在这种乱世的人生还能闻佛法 还能学净土 直到念佛去往生 这是不幸当中的大幸 怎样能成就功德 第一个 要把自己的欲望降低 清净心就显现了 往生净土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心净则复土 这是往生的关键 如果心地清净 一念十念都能往生 心不清净 一天十万生佛号 也靠不住 古来祖师大德所说的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心里还胡思乱想 还有咋念 寒破喉咙也枉然 不相应 所以清净心是第一个 人只要有清净心 清净心里面 神信的 你就真的相信了 有忧郁 有怀疑 都是心不清净 心被染污 最大的染污是什么呢 就是欲望 欲望真能舍掉 清净心就显现了 信德亦信情 事出世间善法 根就有了 你会相信 能力道德 你会相信 英国报应 你会相信 神仙教会 你会相信 佛菩萨的经典 你这一生 再不会迷失方向了 念佛求生净土 是决定我神 这是真正把我们 无时节来的问题 都解决了 都解决了